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舒适的睡床除了可以让大家安睡之外 对腰背的承托和方便长者在床上转身 或者起床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从高度方面着手 和选择座椅的原则相同 坐在床边的时候 膝关节要保持90度 双脚可以舒适地放在地上最为理想 至于床褥方面 最重要是软硬色中 能够对腰背提供足够的承托 和容易借力起身 另外床褥和床架的高度 便要配合长者的体型和需要 如果长者在床上转身或者起床有困难的话 便可以使用辅助器具 既省力又安全 以下会介绍一些在床上 可以协助长者位置转移的辅助器具 床褥能够方便长者转身和起床 床褥能够方便长者转身和起床 使用方法 只要安装在床边就可以了 但要确保安装稳固才可以使用 圆睡床杆可以方便长者起床 有座地式和床上安装式两种 长者只需要找三角形的握手 便可以使用了 当然必须稳固地安装 才能够确保使用时安全 可以维持个人治理 例如是洗澡或愚翅 都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在洗澡或愚翅的时候 利用合适的辅助器具 就可以提高长者日常生活的独立能力 减低护老者的负担 提高家居安全 而且还可以减低意外发生的机会 部分长者因为行动不便 或者睡房距离厕所太远 愚翅的时候会容易跌倒 这样就可以在床边摆放尿壶或便宜 等长者在床边如此时使用 便宜有两种 包括在床边使用没绿的便宜 和有绿活动式的便宜 床边式的便宜适合可以自行落床 但是独自走到厕所 会有跌倒危险的长者使用 在使用没绿便宜的时候要注意 1.便宜要尽量靠墙和靠床摆放 2.选择和床高度相若的便宜 方便转移 市面上有多种类型的便宜 但要因应长者的需要 能力和配合环境而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